今天来说一下将一世界中境界的划分是怎样的 按照当初吕清晨的说法 浩天照耀人间 天地万物方能随之呼吸 内道呼吸气息便是所谓的元气 人乃万物之一属 懵懂居此天地逆履间 欧蒙浩天降下启示 方始明悟自然造化之理 故以意念控天地元气 行种种玄妙之事 因此世人把修行看成是浩天送给人类的礼物 修行者能感知元气之存在 全凭意念置之 所以能否踏入修行之境 便先要看你之意念 能否继续显知 人之身体复葬 气窍 开合或闭塞 乃态力形成 先天而来 雪山气海周圆有十七窍 后天再如何修行也无法改变 世间亿万民众 雪山气海十七窍 能通十三窍者极为罕见 所谓修行 就是修行者感知元气之存在 全凭意念置之 修行之路慢慢修远 繁复艰辛最考一指 而这条道路被分为五个段落 也就是修行者常说的五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出境 也被称作出时 是指修行者之意念 自气海雪山外放 明霧天地之息的存在 是世俗人睁开眼 看到这个全新世界的第一瞬间 出时对修行者的意义非常大 因为这第一眼看见的世界 往往便决定了修行者日后的前途 修行者眼中所见 心所感受 便是天地自然 万物元气在他心灵上的投影 资质差些的修行者 在心灵上的投影 就是一盆水 资质好些的投影 是一方小池塘 若能感受到一条小溪 甚至是一方湖泊 那日后必将能成为 世上尊崇的大修行者 江夜世界已知的人中 已建设柳白资质最为经验 柳白当年不到六岁 便入了出境 一入出境 便看见一道奔流不息的黄色大河 这就是柳白为什么被称作是 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的原因 江夜世界中境界的划分是怎样的 书记上文 修行者的第二个境界 被称为感知 这一阶段 修行者能够触碰到 天地间流转漂浮着的元气 并且能够与之和谐相处 进行一些感觉上的交流接触 甚至能通过天地元气 感知事物外端 比如宁缺就藏在毒坊 利用意念隔着头骨 拨动头子作弊 修行者第三个境界成为不惑 这修行者此时已经能够初步明白 天地间元气流动的规律 并且加以利用 晋升到这个境界后的修行者 慢慢都会有自己的专属感知之物 也就是本命物 然后以念力培养 自己与本命物的亲密度 本命物与自己的气息越吻合 日后境界提升便越容易 世人口中所谓见诗服诗 便泛之此类 到了这个境界的修行者 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些杀敌制胜的实力 也大概是从这个境界开始 修行者开始会被分为三大类 江夜的修行者们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 其中以念为剑 欲剑杀人的就是剑尸 他们的本命物往往就是剑本身 这种修行者剑道极强 剑就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 行走之间 神剑欲空 第二类以念力隔空杀人的 这就是念尸 念尸的本命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他本身 念力可以体现为物理攻击 也可以作为精神攻击 一念出杀人于无形 还有一种就是最为特别 也是最稀少的 那就是伏尸 伏尸有道最重要的本命符 伏尸是将天地元气入墨 以自伏杀人 而能够呼风唤雨的 被称为神伏尸 在相同的等级下 伏尸最强 念尸次之 但辱知命境界的大修行者 则很难具体这般区分 这时比较考验修行者的初识 毕竟能力越强 境界越精妙 能够体悟万物天地元气 分别越细微 自然便能拥有更多的本命物 当年李漫漫13岁开悟 然后在书院后山待了17年 才明白不惑之意 将业世界中境界的划分是怎样的 书接上门 修行者的第四个境界 称为动玄 这个境界也被称为 修行者的分水岭 有的人终其一生 也难踏入这个境界 比如吕清晨 林道老师 才极为勉强地进入动玄境 知名一下最无敌的王景略 凭借动玄境 就能在长安城闯下不小的威名 修行者进入动玄境界后 能够把自己的意识 与天地元气融为一体 对于念者而言 意味着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 直接攻击敌人 在这个境界里 领悟的日久 往往能够做出一些格外玄妙的手段 修行者第五个境界称作知命 所谓知命便是知天命 修行者只有进入知命境 才算是真正的大修行者 到了这个境界 修行者的寿命会极大的延长 此时的修行者不仅仅是从表面上 明白天地元气流动的规律 而是从本质上掌握了天地元气的运行规律 明白了浩天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 明误了世界的本质 柳白之所以号称世间第一强者 就是因为他的名字 常年霸占天书日子榜卷手 是一名知命巅峰境界的强者 与知命强者境界相同的 还有一些武道巅峰强者 这些人一般出身军旅 对天地元气的感知度不如那些不可知之地 但就战斗力而言同样极为强悍 武者的修炼方式是调动天地元气 刺激自己的肌肤血肉 从而锤炼出一身钢筋铁骨 重视修炼身体 武者在战斗中能将天地元气 固满身躯各处 就如同从头到脚套上了一层重甲 剑簇就算能刺破他们身上的盔甲 也无法刺破他们身上的护体元气 就算剑锋极劲 穿透护体元气 也不见得能对他们铁柱般的身躯 造成任何伤害 大唐帝国四位大将军许氏等人 就是人世间最顶尖的武道巅峰强者 他们在身体强度上接近魔宗功法 比较可惜的是 当世之中武者并没有破武境之人 最强大的许氏 也仅仅只是一脚踏入武境之上 另外修习武道的强者 与其他修行者最大的差距是在寿命上 修行者过了知命境界 能活上百岁 但武道强者的寿命 与寻常人差距不大 只要能进入知命境或者武道巅峰 基本上都算是文明世间 有头有脸的人物